二歲生日快樂 也祝每一位收聽的朋友 平安順行 康河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2717 1339 分機809 台北市松山區 復興北路143號5樓 期貨商許可證字號 107年金管期總字第004號 世界news98 台FM98.1財經一路發 我是阮木華 我們今天再次請到財經V快客 Vincent來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我們同時有直播 您上YouTube打98新聞台 可以看到我們的直播畫面 上次請Vincent來之後 大家好評不斷 我們想說我們再請Vincent 來告訴我們最新的產業脈動 跟財經的趨勢還有方向 在請教Vincent之前 其實有一則媒體的報導 值得給我們聽眾朋友知道 就是日經新聞報導說 晶片跟電子零組件短缺的問題 讓台灣的廠商 即便擁有龐大的訂單 但是沒有辦法大量生產產品 供應蘋果 所以最近蘋果手機要上市 但是台灣憑蓋股的供應鏈 業績表現頻頻 根據2021年8月列入到 Asia 300 就是亞洲300成分股的19家 台灣的IT廠 它的總營收是1兆998億 到去年同期只有增長了0.8% 雖然說連續11個月成長 但是較前月的6%增長 看起來是一個大幅萎縮 創下今年最小的增幅 就是說8月了 8月這19家IT廠 所以說看起來就是說台灣的這個下游的成品 做這個不管商用或是說這個消費用的 這個資訊科技成品的感覺起來最近是比較辛苦 我們從股價也可以看到這樣的現象 對沒有錯 因為所以才會主要 其實他們主要面臨的是長短料的問題 因為我們講說一個中端產品 你可能好幾千個元件 但是可能有關鍵的 可能有這個不管8個10個 它是庫存很緊的 但是其他備料是沒有問題 所以它為了少數的元件 它可能就變營收沒辦法出來 所以為什麼我們看到說 其實理論上下半年應該是電子業忘記 可是我們發覺8月營收公布出來 其實有很多是沒辦法往上走的 所以這個是確實是有個問題 那當然最主要還是在半導體的一些產能的狀況 是有一點吃緊 所以現在我發現整個科技產業有上肥下售的問題 這個一定不只是科技股 現在連後面開始連什麼銅啊 什麼這個或是鐵啊 鋼鐵這個原物料 未來多多少少只是程度不一樣 也是會面臨這樣的問題 對就上面的利潤拉開 我們其實像我們這個前一陣子公布 那個大陸的那個PMI 可以看得到 它的CPI啊 消費者物價指數 這個年增率只有0.8不到1% 那那個PPI竟然高達9.5 你就看得出來說 那這個東西變成說你越往下游的廠商 這時候壓力會很大 它不只面臨出貨 有傳奇排不到的問題 還有長短料的問題 最後連那個毛利率都會有問題 所以說下半年會有一部分廠商 就是說即便它營收看起來不錯 就即便它往上走 可是它的毛利率是降低的 這個問題就蠻大 那更不用講說是營收還往下走的 所以這個從向下面板 這個就很明顯 對 所以我今天也特別去查了一下 就是說這個以台股來講 這個加權值 集中交易上來講 所有股票 這個短期均線多頭排列的 我們一般講短均 就是五日線 十日線 月線 這三條線呈現多頭排列的 這個加速呢 是21% 但是呈現空頭排列是34% 那另外長均 長均我們一般就講說這個月線 季線 這個長期均線 多頭排列的更少 只有17家 空頭排列高達39% 就是將近四成 所以Vincent你這樣講的話 就讓我們就很清楚了 其實上游的 以半導體來講 或者說以整個科技產業來講 它其實比較多的公司 還是在中下游 上游的話就台積電連電那幾家 對不對 想在能做到最上游的這個業者 他們第一個資本厚度要夠 技術能力各方面都要厚 所以這個現在目前整個多空的 這個拉開很明顯 對就上半年不會有這種問題 那下半年 這個問題就慢慢呈現出來 尤其是現在萬一九月過完 到第四季會更明顯 會更明顯 所以為什麼我們講說 到後面來講 就真正能夠續航力比較強的 會越來越少 對這個那我隨便舉個例子 比如說有些營收表面上看起來不錯 可是比如說銅 比如說很多做連接器的 像銅加今年以來其實長滿多的 那如果他轉嫁的不是特別成功 像我記得前幾天 我在大K那個節目的時候 我有提到剛好有人問 問到這個優群的事情 優群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但這不是只有他我是剛好我想到這個案例 那你說傳產就沒有 其實傳產也會有 優群是什麼問題 因為優群也算是一家不錯的公司 對不對 對他但是他的成本原物料 等於說漲的速度太快 變成說他轉嫁的速度沒有跟不上的話 叫他毛利就往下掉 所以他毛利在下修 對那當然 我不是說這家公司就就不好 但是他現在有開始報價又調升 所以他的這個第二季的這個營業率也是有稍微往上回調 所以類似這種狀況 我們未來就會就會越來越多這種公司 那主要問題就是說 因為這一次的這個新冠病毒 他把這個整個我們講商 你不管講商業周期還是說一個景氣的cycle 大部分我們用製造端來看的話是一個庫存周期 那以庫存周期來想因為這個新冠病毒疫情他把這個周期拉長 那為什麼拉長其實各位很簡單 你就想一個邏輯就過去沒有這個病毒以前 一般我們廠商像鴻海最害怕庫存他都把庫存放在那個 供應鏈對供應鏈他不願意自己拉到倉庫也還不能算算這個你可以營收入帳 他都是我要開始使用才可以 那你看以前庫存大概我頂多被一個月不得了 他們很怕庫存 哇那個跟鴻海做生意好辛苦喔 我還要使用才能算你才能才可以請款 我們知道就是說我的貨已經拉到你的倉庫 但是我還不能認列 那但是他廠大你要接他單就這樣 那你想想看過去來講這些廠商他是大我有訂單 我是大哥那我安全庫存我頂多被一個月 那因為這個新冠病毒來了以後大家發覺整個這個整個供應鏈有斷層了 他害怕沒有料 所以把這個庫存安全庫存從一個月拉到兩個月拉到三個月 後來連汽車爆發的這個汽車到檢展後來 甚至於有些原件他未來 未來他會把安全庫存從六個月拉到甚至於一年 他害怕了 他不能為了你這個可能幾十塊美金的零件 那我整個set整個汽車不能輸 好那既然安全庫存拉長 所以各位想說這一波台灣景氣 為什麼這麼強我們有供到一萬八 其實不只是這個因為儘管疫情過了以後這個需求上來 主要是需求恢復的的當下呢 又加上我安全庫存 我要把從過去可能一兩個月拉到六個月 我才會安心 這變成你看那個上有那個訂單 為什麼一直爆一直爆都爆掉都做不完 其實是因為庫存調整 那當然也許這個未來會不會成為常態 我們可能要在一年以後再來看 那也許他認為未來說認為說 我好像庫存六個月好像多了一點 我的財務壓力那開始他就會去庫存 所以整個景氣循環就會說這一次拉長 但是下一次調整的時候 可能時間也會比過去稍微長一點 這是未來我們要面臨的問題 這個供應鏈建築正常之後 他可能庫存的這個情況就會下降 他的安全庫存就不會擺那麼多 那Linson今天有帶來蠻多圖表的 來跟我們來談 就是說最新的他看到就是說 那如何找一些趨勢明確 受到利空壓抑的產業對不對 對那主要就是說 我們講說這個其實 這個我們講說這個 有現在交易策略有兩種 因為畢竟來到將近一萬八 對坦白講 我雖然我不知道是不是算高檔 但是很肯定一件事絕對不是低檔 絕對不是低檔對不對 那現在變成說這個 交易策略就會面臨有兩種 因為我們講大環境 我上次大概一個多月前 來這個節目有提過就是說 我們整個庫存循環是 中國如果用基本面來看 他是已經確認結束了 他是已經確認結束 為什麼因為從財新的PMI來講 他已經跌破製造業是跌破50了 好這確定結束 那台灣是在中間 但是如果各位看到那個畫面 我現在有放一張圖表 那跟一個月前有變化 我們會看到那個綠色中間 那條線其實是台灣的 對 他下滑速度非常陡峭很快 代表什麼 其實已經有一部分的下游的廠商 他的庫存開始明顯堆積了 那最上面的是美國 這個是PMI指數是不是 對這個PMI 那我每一條曲線呢 這個曲線的這個 這個曲線是什麼畫出來 我是把美美國台灣中國都一樣 我把製造業的新訂單 我們把它撿到庫存 新訂單撿庫存 對因為你庫存越高的時候 那代表你的景氣越接近結束了 對 接下來就是要去庫存 因為你如果現當月的庫存很高 那代表你下個月的訂單 可能就會被縮減 對 所以原則上我們看到說 這個紅色最下面那條是中國的 那事實上他已經是貼在 已經快要貼到零走了 那中間是台灣下降很快 那美國是還好 所以目前那在這種環境 那你說我們越接近年底 所以我的想法為什麼說 我們的挑股的這個嚴謹程度 我們要越來越嚴謹 能夠漲的股票會越來越少 那這個會 等下後面我會提就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第一個部分就是說 我們先去找出產業趨勢 是明確的產業跟個股 然後先把當為備案口袋名單 設定為自選股 但是不見得你要不要好像跳下去 而是等待更迷人的價位 就是說你認為你花得來 你再進去 第二種方式就是說物極必反 這個等一下我會解釋 一個手足帶兔 另外一個物極必反 那空頭股越來越多 這個越來越難挑 是不是意味著空頭要 這個空頭要來 整個空頭要來了呢 應該這麼說 那現在因為講 因為我們講說 因為指數有點失真嘛 對指數有點失真 因為這一波 我那時候從8月份開始 一直講說指標 你一定要看這個聯電 聯電 那主要就是說這個半導體 如果聯電這個透明度這麼高的景氣 他還沒有辦法帶領大盤往上攻的話 其實這個大盤要攻1萬8的機率就很小 那幸好這一波上來 當然就是聯電台積電世界先進就跟著上來 那當然這個全值股有利於指數的往上攻 但是這個是針對指數喔 但是剛剛沐華哥也提到說 指數來到這個地方 我們發覺 好 Vincent我們這邊稍待一會兒 總監 因應防疫升級 我們活動的傳統牽導方式不是 走空頭嗎 會不會走空 就是要看 就是要看 看美國了 因為大陸下來了 如果美國下來 我們大概就差不多了 所以聯電 聯電台線如果世界先進這一股 要不能再往上的話 可能就很危險 就是以指數的角度來看 因為美股還沒有下來 你說我們自己崩 好像也怪怪的 但是如果美股下來 那大概就對 那這個 你剛剛那張 這個那麼快下來 是新訂單減少還是庫存增加 庫存上來 然後這個也稍微有下 對 所以兩個 對 現在變成說長短料的問題 你如果每個類別再加分的話 有的已經掉到這裡下去 就是說 可能我的安全庫程 早就已經六個月滿了 但是有的還缺貨 對 所以你看同一個族群他也不同步啦 對 比如說新唐就很弱 對 然後 我 那個通家3588 他還算是很強 就是說 變成同一個族群 變成他 他 因為那類別很多啦 就我剛剛講 就變成長短料 有的還在缺 但是有的可能已經不缺了 所以這個四屋日之後呢 看美股怎麼樣 FED要開會 如果美股真的比較 全世界 news98 98星環台 FM98.1 財經一路發 我是阮木華 八方雲級掛牌 雷聲大 雨點小 今天股價再跌2%多 跌到150塊半 哇 這個一掛牌之後 就會一直下跌 這也是 蠻出乎人家意料之外的啦 會不會是因為在新貴的時候 股價拉太高的關係 這個當然就 要看他未來幾天 我們談上來了 不過蠻多人 這個今天新聞有講說 變成韭菜水餃 韭菜鍋貼 好啦 我們回過頭來 繼續來請教財經VHQ的Vincent Vincent在我們節目現場 我們有直播 您上這個YouTube 打98新聞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直播畫面 剛剛Vincent有講說 這個其實 越接近到年底 這個選股難度越高 因為現在目前看起來 這個走空的股票越來越多 那至於說大盤會不會走入空頭 這個還是 剛剛我在請教Vincent 他說主要還是要看美股 對 現在美股就非常關鍵 那當然也不是所有的族群 我記得上一次在 在這個節目的時候 我記得有提到一個 那個1773聖一 那聖一他就台積電 先進製程供應電 那個供應的耗材 就是什麼光主義 就是化學材料 對化學材料 那他今天如果你把全職還原 他還是創立的新高 所以但是你只要能夠貼著說 基本上只要是上游半導體的話 基本上他的景氣 還沒有那麼快下來 但是你如果不是貼著上游的話 那可能就會 對 就要看籌碼變化 所以現在感覺上 越來越只剩下上游了 這也是一個危險訊號 確實也是這樣 因為沒有錯了 因為其實我們看 像最近這個還有一個屬於上游 漲很多的什麼 就是中國那個所謂碳酸里 碳酸里的話 今年以來漲了170% 那就是說沒辦法 他需求量就是很大 那還有一個疫菌突起的 叫什麼 那個釉礦 釉礦你如果把他 你有興趣把他Google 釉礦有ETF 那你把那個Google 那個價格拿出來看 他六年的大底才剛完成 你看黃小玉去年漲過 金銀銅鐵什麼那個都漲過 那還是有些才剛上來 所以我想說 其實這個循環有時間差 所以他還是 有的還是會上去 那我們講到 如果這個時候的策略 當然我剛剛提到 第一個就是說 找那個趨勢很明確的 那這個可能你等待的話 你當成口袋名單 你去追蹤 那我今天要提的 舉的例子 就是跟這個矽晶園 也是半導體上游有關 那矽晶園是這樣子 就是說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矽晶園 就是說我們知道 因為現在還是產能還是缺 所以基本上所有的資本支出 全部都集中在這個 這個半導體上面 那他現在這樣會這樣 就是說你到明年 2022到2023 但陸陸續續 這個產能開出來之後 那產能會增加很多 那我們可以從畫面上看到 這邊有個這個圖表 各位看到12寸晶圓 那到這個2024呢 他到2024等了幾乎資本支出 全部都 目前今年 大家看得到的這個資本支出 完工的話 產能會成長到 成長54個百分點 那是12寸 那8寸的話 他會成長15.5 那8寸現在是 當下是最紅的是最缺的啦 那這樣這樣的增長 那代表什麼 就是說你的這個 上游的原物料 那最主要就是矽晶圓 他用量會會一路上去 這個就不管 這可能就打破 我們我剛講的 所謂的大部分的一些庫存循環 他會一直上去 好那一直上去的時候 那重點來了 在供給端呢 我們發覺我們在統計 這供給端其實 我們講說 有生產矽晶圓的國際大廠 那大概我一隻手五個指頭 大概主要廠商就數完了 那到目前為止 因為他們為什麼都沒有大量的 所謂的要擴廠計畫 我們沒有敲鑼打鼓 沒有很多很大的計畫 那為什麼 因為上一輪真的賠到怕 上一波的景氣循環賠到怕了 因為如果不是賠到很多撐不下去 環球晶圓也不可能 有那個機會去併購那個德國公司 就是賠到怕 其實跟右礦還有里礦 在2018年一樣 好那既然這樣 他們擴廠都很謹慎的狀態之下 那這個供需就會有點不平衡 對 所以我們可以很想像說 今年可能你不覺得很嚴重 但是從2022到2023的時候 那他的這個供給會越來越緊 越來越緊 所以我們 我在用另外一個圖表 你看了會 投資人可能會看得很清楚 那我這邊因為是廣播嘛 我也順便各位報告一下 就你如果可以看到圖的話 你可以看到黃色的曲線 這個是晶圓代工廠上游原物料 但主要是矽晶圓 它的這個對上它的營收的比重 這黃色曲線 它這個對上營收的比重 它是一路下滑 但藍色的柱狀體是這個晶圓代工營收 那前面有夾了一些綠色的比較短的 那那個是什麼 那個就是原物料的庫存 原物料庫存量 那你看它很短 這藍色的柱狀體一路上 但是那個綠色的一路往下 所以變成說這個比值 就原物料庫存跟營收的比重 它是一路降低 好那這個會造成什麼結果 就是說當你上游 我們講說矽晶圓要擴廠的話 你一擴廠 你現在找地 你現在決定要資本支出 大概廠完工的話 大概兩年半 最快兩年半 對那那你現在來不及啊 所以我們從這樣看的話 當然就是說 我們就知道說這個可能就是 趨勢非常明確 就白馬股 當然他現在也因為他業績很好 他股價並不便宜 所以我說你不一定要馬上跳下去 那但是他變成是你的口袋名單 對口袋名單 那因為全球可以數得出來五個指頭就數完了 那國內當然主要就是環球金 環球金最近股價表現也不錯啊 這個本來前一波下跌之後 最近就上來了 這個叫利用利空 因為我們既然知道往後兩三年 他的價格 他的這個供需是這樣子的話 那變成說這個就我們要趁 假設未來的半年 或未來有利空的話 那可能你就不要害怕 就像前一波 那當然有人會講說 那環球金可能就本益比比較高啊 股價也不便宜啊 對下不了手 那其實如果說他年底 他併購德國那一家是 那schedule是年底要完成啊 那現在目前就是說 只要最後能夠過了中國大陸那一關 應該就完成 那如果沒有併購的話 他反而預估他明年的EPS大概三十八 那如果有併購完成的話 明年EPS會跳四十六 所以原則上他只是股價領先反應 也不能說他現在就不合理 那你如果投資人覺得說他不好入手 那可以選中美金在同一個集團 因為中美金持有他五十一個百分點 他是大股東 所以以中美金的話 明年反而預估大概EPS會來到十六塊 所以理論上從現在價位看就不高了 所以這就是我剛剛講說 現在交易策略變成說 我們找那個很明確的 先建立口袋名單 但是不代表說你現在要馬上跳進去 那中美金集團有個好處就是說 他也在全力 因為環球金跟中美金全力 就現在大量的投入很多資金 現在開始在朝那個第三代半導體 所以他也有份 而且他一定會有產能 因為這個中美金的孫公司 就是這個 我們講 他的那個叫彭城 彭城 等於說是中美金的子公司彭城 彭城的子公司有叫茂系 六正廠 其實舊廠有個好處 他折舊其實很大部分都折掉 那未來他也不怕沒有產能 只要他的這個環球金 這個第三代這個碳化系 這個不管是漲金 雷金 這個做出來以後 那基本上等於一貫廠下游 就從這個環球金 到這個孫公司 貓球就變一貫廠了 所以這個是值得留意 當然有另外一個 這個是屬於 我們比較講說這個白馬 就是趨勢明確 那另外一種反向思考是說 我剛剛提的就是說 假設我們現在思考的問題 因為一萬 接近一萬八 畢竟不算是低檔 那現在風險很大 我剛剛講 既然我們台灣的景氣循環 到年底可能漸漸接近 這個景氣循環的末端的時候 那風險很大 一旦有風吹草動 可能就全部下 那變成說這個時候 如果你要反向思考就是說 什麼樣的行業 已經經過時間蠻長的 利空的考驗 一路打擊打擊 打到 大概 手上有的該賣的 他也賣慣了 大概也賣不下來了 對 反向思考 但是還是要有基本面的 對 還是要有基本面 那基本面 基本上他體質還不錯 那也是有這種公司 例如什麼 比方講我們講說 這一波這個越南 我們講這一波疫情 越南說今天新聞說要解封 他要跟病庫共存 被逼到極了 我們講說 這一波其實最慘了 我們講長了一萬八 哪一些族群沒有跟上 這是自協業 對 成醫業 那我想說 除非你認為疫情 是永遠就是這樣子 那如果你相信疫情 總有過去的一天 那就有意思囉 對 那這已經被極度壓縮之後 我們發覺 自協 不管是保存 風態 預期 你可以看 他8月份公布出來 已經說 已經爛到爆表 那個風態還自協 8月還虧省 EPS 0.43 所以 那你看 風態什麼時候 看到虧省 其實沒有的 那你想想看 可是發覺 這利空出來了 發覺股價不跌了 而且他已經 慢慢墊高了 大概一個多禮拜 那這個 所以 這個比如說像 預期 很難得 是說他8月營收 還創新高 但他有 把其他產能 趕快從 可能是柬埔塞 或中博其他產能 去生產 所以 他比較特別 所以我覺得 這個族群 反而在 最近很低迷狀況之下 反而他的股價 越低越高 那這可能是一個機會 好 那以上 財經VY客 談了給各位參考了 謝謝VY客 國內外優質基金 一致